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免疫新闻 我是陈于林 每年到这个时候 南投地区总是一片金黄色的稻海 但今年美与季节雨量太多 加上台风来袭 使得水稻受损严重 加上泡水太久 已有部分发芽 农民苦不堪言 日前就有农民投诉议员 希望政府单位能够为农民着想 不要让农民的心血白流